大家好 我是摩洛哥华侨小杨 这几天呢 在网络上经常谈到一个人 也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所以呢 我本人非常敬佩毛主席 而且呢 这是诞辰纪念日 已经是在12月份 但是最近的预热很明显 就是有人专门在提到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理解就好 今天咱们不是为讨论那个问题 今天我想专门来谈一期 我对毛泽东主席的怀念的这样一个节目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一年的时间 确实也应该讲一下它了 我讲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 然而这个人物确实没有谈到 他呢 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央雄伟人 他和历史上的这人物的有相通之处 但又有其独特的一面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奠基人和起点 就是他 他写过一首诗 秦皇汉武 藏宗宋祖 烧信封糟 一带天骄 成吉诗寒 指食 万公车大雕 其实这已经说明了 他对那些个历史上的人物的看法 那么他最后说了 巨王以鼠风流人物 还看金昭 这个金昭到底是谁呢 在那个时代 我们放眼那个时代的人物 恐怕能够建立新中国的这样一个伟人 他肯定要比得上唐宗宋祖 秦皇汉武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呢 他把这个新的中国一直带到了现在 祖国仍然在繁荣富强的发展当中 老百姓也风一足食 而他的作为国家统一做出的贡献 并没有把它变成一家一姓 而让自己的家人利益最大化 你比如沙特阿拉伯 为什么叫沙特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是以他的家族的名字 命名的叫沙特阿拉伯 他基本上就是家天下 这个国家就是他们家的 就是这个态度 而我们中国 我们的美大领袖毛主义 没有这么干 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朝代延续了 有的几百年 有的几十年 也都是以一家一姓来结束的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中国的古代的政治体系 我们都说是封建制 实际上呢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基本上都是帝制 一个人说了算 一家说了算 一家里的最后的老大老二 谁当了皇上 谁说了算 所以呢 他是帝制 帝王将相嘛 而到了我们毛主席建立了这样一个国家 是我们国家民族利益最大化 而他的主要获益人没有变成一家一姓 在这个问题上 他使国家成功了 而且他创作的团队 共产党也成功了 他把他的最大利益奉献给了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对吧 这就是和其他的民族和我们古代的那些帝王将相最大的区别 他追求的是国家的进步 繁荣富强 而且呢 他自己也牺牲了一些亲人 你比如他的妻子 还有呢 他的儿子在朝鲜战争牺牲了 还有他身边的很多战友 所以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巨大的牺牲而来的 最终他使中国变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 而且呢 在之后呢 又完整的工业体系 成熟的管理制度 一直交给了他的继承的这些人 他的同事们 他的战友们 他的同志们 所以这样的人物应该讲是 我说五百年一遇的民族伟人和央雄 应该也不过分 您请仔细到现在 谁能说得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应该属于民族英雄 至少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确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就夺取了全国的政权 完全统一 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国 这在近两百年间 是第一次完整的 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那个时候有人说 袁世凯的统治时期 那是大一统 实际上呢 他当时只管理了北方的一些省份 南方的一些省份呢 还是个情提示 听调不听宣 有的说是听照不听宣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是吧 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只是方建割据势力 而且呢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北方增添加 那么蒋介石呢 所谓的统一国家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统治 他也就能管江浙那几个省 像南方的有白崇禧组织的 这个地方各级政权 和西北的马步方的政权 那是到了最后时刻 给他一个官职 目的是稳住他们 然后呢最终呢 蒋介石最终呢 自己败走 到了那小岛上 我们再看看 万里之外的欧洲 随便一个小国 当时来讲 就能把中国打得满地找牙 你像那时候的鸦片战争 带来的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应该讲是我们 对这个整个国际形势 包括我们自己军力的误判 当时一个临近的小日本 区齐几十万人 就横扫了大半个中国 打得中国几百万的军队 那怎么说呢 哎呀屁股尿肉吧 是不是 原因很简单 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力 实在太弱了 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 也是实质上的原因 就是没有真正意上的统一 不能形成合力 所以才有出现汪精卫 这样的汉奸 卖国贼 对吧 他们和小日本勾结起来 各行其事 各自为战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小算盘 保存实力 当年的那个 九一八事恋的时候 东北当时那个 小日本也就一万多人 而东北京三十万万人 结果呢 一枪不放就过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这个政策 就是不抵抗 其中呢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当时认为自己的军力 根本就不够 还有呢 就是大清的晚清的末年 也是方越飘扬 当时呢 那个大清 虽然在国里的 这个统治的面积还挺大 但是呢 他们已经逐渐形成各自割据的状况 当时对于整个满清政府的腐败 包括满清政府对于整个汉人的压迫 已经形成了反作用力 很多人都已经不听他们的了 所以才会出现八国联军打中国的时候 不便有显示本地人还帮八国联军去打这个满清 有 当然现在有汉奸卖国的也有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人们的 就是已经对当时的满清政府已经很失望 只有我们的毛主席领导的中国 新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是自己打下来的 而不是靠什么政治妥协利益交换建立起来的国家 到了现在 然后呢 一直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 现在No.2世界第二的排位的 不管是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应该讲这个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 这个历史文物 我觉得毛主席应该排在前面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的人物之一 甚至是唯一 最主要的 如果他当时和这个国民党化疆而至 那么我们将来也会出现像朝鲜半岛那样 朝鲜和韩国仗的一个结果 而是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小朝廷 一个军阀管理的几个很小的地盘 天天打仗就像民国时候 而我们中国呢 在毛主席建立了新的中国完全统一和独立了 这是最大的区别 而没有出现什么那个格局政权呢 对吧 你像宋朝的时候 北宋南宋 为什么 就是格局政权啊 汉唐时期 其实呢所谓的太平盛世 但是那时候仍然有北方的匈奴 或蒙古人的骚扰 而南方呢 则受到那个像那个蛮蚁之地的人的骚扰 包括后来的八国蓝金打中国 等等这些都决定了 中国当时仍然是处于非常弱的角色 虽然经济上还过得去 应该讲国家的统一大一统是最重要最牛逼的 什么个自防搁置啊 自治地区啊 都是非常啊不好的 整个这个社会就会动乱 就会不稳定 你像前苏联啊 他的加盟共和国最后建立来的苏然的这种体制 最后也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形成合力 没有真正的形成大一统啊 造成了什么呢 都是互相连在一起的一种铁索连州式的合作 那么后来又害怕呢 拴在一起的骂障啊 最终呢 互相呢 我死捏死 最后呢 俄罗斯跳出来 自己搞了账变啊 形成了独立出来 然后和这个苏联说拜拜了 结果呢 自己独立出来 以为能够从苏联呢 获得很多好处 当然他也获得了很多好处 然而呢 跳出来的结果呢 他也没有再次复兴 反而是更糟糕 要不是普京最近所作所为 恐怕俄罗斯将不再是世界最前面的这些国家之一了 你像历史上的欧洲也很强大 像罗马帝国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其实也是很强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然而呢 最后欧洲这些国家分裂成碎片化的 现在变成了多少个国家 这些国家碎片化了之后呢 一个民族就成了一个国家 所谓的欧盟也是表面上大家一致 实际上呢 各自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这种联邦的方式 实际上跟诸侯歌剧呀 和那个歌剧势力差不了太多 是相对分裂的一个国家 你像日本 小日本处心纪律 不管在思想上 理论上 舆论上 在各个方面都鼓吹 当时他入侵中国之后呢 希望把中国分成好几块 包括现在也有一些人 认为把中国分成好几块就逃了 东北形成满洲国 南方成城的自治丈夫 你像那个当时的汪伟政权 以汪精为首的这些汉奸 他们就是想和日本鬼子搞在一起 最后呢 来把中国给分了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毛主席当时的方公伟计 最重要的就是把赶跑了小日本 当时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合作 赶走了小日本 然后呢 之后又建立了新中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讲毛主席啊 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恐怕三天咱也讲完 当然这个也不是我的专业 我是学历史的 但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史 中东史啊 也很多的 我了解 咱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 那个要讲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 包括他的细节 最要害的 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留给老师们讲 我只是大面过一下 我觉得我讲毛主席 是发自肺腑的 把自己想 对毛主席的敬畏 弹出来 这就够了 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对吧 有的人写了 好些话 是长篇累赘的 写了毛主席的一上一世 还毛主席的思想 其实毛主席的思想 就四个字 可以讲 这实事求是 如果理解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知道了 毛主席思想 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实重主义 对吧 而我们的共产党 是毛主席 一手建立的共产党 他的主要思想 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为人民服务 如果一个实事求是的 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政党 那么你想想 共产党 我们能不支持了吗 对不对 当时的中国 走一些自己的路 甚至拒绝了外国经验 那像前苏联老大哥的一些经验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自己版国的思想 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系统 一套传统文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走在那个历史潮流的前列 照搬照抄外国经验 就相当于那个古代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呢 叫做邯单学部 学人的邯单学部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自己的不会走路了 别人走路的姿势你没学会 你自己不会走路了 而且现在西方人呢 也有一些认为 认为我们中国呢 反文明反进步 反什么呀 我觉得你们说的说白了就是什么 不听你们的就好像是错的 你文明就得你们的是文明 中国民族5000年下来 难道没有文明吗 对吧 我们也借鉴了很多 那个西方的一些宝贵的经验 马列主义都是我们借鉴的东西西方的东西 我们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 你像我们的高铁 对吧 就是借鉴了像日本德国啊 包括美国的一些个经验 然后我们那个融会贯通 形成了自己的标准 现在啊 你看看 那个国际上关于高铁标准的定制 是我们中文在做啊 对不对 以后老外买高铁得买我们中国的 因为用中国的标准 要么你自己做 你做也得按照我们中国人标准 费他近干什么 买我们的技术 用我们的人才 买我们的高铁吧 这是捷径啊 我们的造桥技术 铺路技术 我们的基建能力 也是世界上非常强的 应该讲从几代领导人下来 我们看到的还是毛主席 所做的事业是最多的 当然他也有他的问题 那个人无完人 一千个人 有千个汉姆雷特 对不对 但是应该讲 把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国家 这在几百年来说也不多 是不是 尤其近两百年 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 这样一个状态下 走到了今天 自然我们应该讲 那个应该感谢他 对吧 现在我们在国际上 已经和美苏并驾齐驱了 对吧 美俄并驾齐驱了 不管在武器方面 国防方面 包括经济政治 各个方面 我们都比那个时代超出了很多 而且呢 你像两弹一星 原子弹的 轻弹卫星 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 我们是在一穷二白 非常落后的情况下 从一个农业国家 转型为工业国的 对吧 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仅次于美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 而是地方割据 你就看看非洲 看看中亚 对吧 三五个人 就一个小的山头 那么你想想 你这个国家能够稳定吗 应该讲 今天我们中国能有今天伟大的成就 和我们的毛主席 密不可分 今天呢 只是简单讲一个态度 有时间 我再细时讲一下 我们的伟大领袖 毛主席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